今年是马华工会创党75周年 我们已于三月举行了一场简单而又荣重的庆典 历经了75年的风雨 我党历史悠久 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厚的底蕴 这是这些历程与成就 奠定了马华继续前行的坚实基础 各位 我们在2022年经历了第15届全国大选 我们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全党上下士气大挫 在这关键时刻 我们更必须团结一致 我们马华妇女组全力支持我党总会长 大多斯利为加强博士的领导 以及全力配合党中央的改革 团结一致全力备战下一届大选 确保我们在即将来临的挑战中 能够取得胜利 我非常赞同我党总会长 大多斯利为加强博士同志 在马华击打和深美兰州代表大会所说 马华既不在内阁中也不是反对党 但马华会扮演制衡监督的角色 马华会继续推动种族和谐 尤其是我国的多元国情下 我们必须要寻求施政的平衡与共识 各位嘉宾 我们对国会下议院前天通过的公民权修正案 感到欣慰 因为这项修宪案终于一劳勇裕 解决了马来西亚女性在海外残止公民权的问题 确保母亲与父亲享有同等的权利 使他们的子女都能顺利获得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和权利 这是马来西亚迈向两性平等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马华妇女组多年来致力争取 两性平等的努力成果 我们要继续努力 推动更多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政策和法律 确保马来西亚女性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我们认为政府在维护女权利益上 权益上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两性目标 两性平权的目标 甚至我国最高法律马来西亚联邦宪法 依然被一些极端的政治领袖和官员凌驾 我们有义务确保所有的条例都以联邦宪法为依规 特别是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 大家还记得吗 在中元节期间 登加楼州政府禁止女歌手在歌台上演出的事件吗 以及因为女运动员服装问题 绝对不派选手参加2024年大马运动会女子体操和韵律操项目的决定吗 这一系列的决策不仅是在开历史的道车 还剥削了女性在教育在体育领域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既不尊重女性也贬低了女性的价值 完全与普世价值和文明进步被道而驰 在日益保守和封闭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 外资和外国游客势必会望而缺步 进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 民生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 年轻人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生活和就业的环境 我们马华妇女组是坚决捍卫国家的法治 我们政府必须要确保执法人员不滥用职权 保障联邦宪法赋予每一位马来西亚公民的权利 防止任何形式和种族启示发生 马来西亚独立至今已有67年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一向来都在公平和谐的氛围中生活 执政者有责任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捍卫各族人民的权益 绝不应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 然而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瑞士智库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性别差距报告 我国的全球性别平等排名已经跌至第114位 尽管女性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在经济健康以及政治上的参与度不理想 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 尤其要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中提升女性的参与度 保障女性的发言权 以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我们呼吁政府与社会各界积极行动 共同推动我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更高更好的成就 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包容的社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两性平等教育是打破性别启示的关键 不仅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平等的社会 也能通过加强职场的反启示法律 确保女性在职场上获得公平的待遇和机会 姐妹们 在家庭中我们捐负着担任做祖母母亲或者是女儿的角色 竭力维护家庭的和谐 同时作为热爱党的一份子 我们妇女主也捐负着非常重大的使命 将女性的温柔特质融入党内工作 爱党护党 我记得总会长曾对同志们做了一番勉励 他说 政治斗争是一段长征 党的生命和心火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同志 不断的传承 继承下去 妇女主是一个非常爱党的组织 在政治的斗争中 我们会不懈一切的努力 确保心火不灭 因此 马华妇女主设立人才库 已经是刻不容缓 这是我们新界妇女主中央领导三大方针之一 我们必须培养更多优质的女党员 令人欣慰的是 我国全国女青年局 在主任刘亦文律师的带领下 多数的州属妇女主 已经成立了女青年局 并通过各种渠道 招募年轻人才 我记得女青年局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场的夜校 每次都获得热烈反应 每堂课都紧跟着时代的步伐 利用科技 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各类的技能 我相信通过长期物色和培训各领域的人才 我们妇女主的领袖的水平与潜力 必将大大的提升 我们希望各基层能够积极的和我们一起配合 踊跃推荐有潜力的女青年 共同发掘各领域更多优秀的人才 姐妹们 在有关经济的发展上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寻找解决方案 以减轻民众生活的压力 重点关注稳定物价和降低生活成本 政府今年公布 我国首季的消费价格指数 就是所谓的CPI 连续两个月维持在1.8% 表面上看来情况非常乐观 我们认为当前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 推进经济结构的改革 提高国民生产的效率 以确保经济的长期稳定 与可持续发展 无论如何 我们在此呼吁公众保持理性 理解物价上涨是多种原因所造成的 并支持政府为稳定经济与物价所做出的努力 政府通过提高生产效率 优化供应链 加强市场的监管等等政策 能够进一步的稳定物价 保障民生的福祉 切实解决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 各位 我们妇女主也非常关注有关教育的课题 我们关注教育部努力打造优质中六学院 就是我们在报章所看到的 Dingatan Annan Premium 我们希望政府的这一项计划 能够把它打造成为 学生首选的主流教育方案 我们呼吁政府 尽早公布有关中六优质学院的详细计划 尽管教育部长法利纳 曾宣布将在明年启动一项 优质中六学院计划 以推出多项高质量的中六课程 但至今仍未有进一步的消息 而教育部也必须增加 国立大学的学位名额的供给 以应对当前教育系统的压力 通过扩大学位数量 不仅能满足学生日益增加的需求 还能够缓解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 为更多有潜力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们希望政府展现更强的社会责任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 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并有效地提升教学的质量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姐妹们 随着时代的变迁 网络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如今 许多人可以不看报纸 但离不开互联网 在这种背景下 政府必须加强网络安全的法律框架 完善相关的法规 以确保网络犯罪能够得以及时 且有效地打击 在数字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我国正面临严峻的网络安全威胁 建立健全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政府应该采取确实 有效地防范措施 保障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 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 使得网络犯罪守法 日益复杂和隐蔽 近年来 马来西亚经历了 数起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 对国家经济与安全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意识到 发达国家在社交媒体监管方面 倡导 两法善制 因此 我们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制止煽动种族仇恨 传播虚假信息和网络暴力 此外 还应该通过多种的渠道 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 包括教育与宣传 使每个人都成为 网络安全的守护者 妇女主将在明年 迎来50周年庆 在历任全国妇女主主席的领导下 成就了今日的妇女主 这是我们重要的里程碑 为了继续茁壮妇女权益 我们已经策划了九大活动计划 待会儿我们的大会将会举行 这一系列活动的推荐礼 最后 我要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抽空出席今天的大会 你们的参与与支持 是我们团结力量的关键 因为大家的支持 坚持与奉献 马华妇女主才能在推动性别平等 争取妇女权益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让我们继续携手同行 以我党自强不息 立心而行的精神 贯彻马华公会所推崇的 创造公平社会 保障民主自由 共同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与繁荣